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來跟大家講一講 中共的情報機構,最有神秘色彩的這麼一個機構 作為反對派的人士,作為體制內的反習人士 大家都要了解這個機構的一些基本的情況 我研究中共29年不敢說,對這個機構徹底的了解 但是見為資助,有時候根據一點點情報 根據一點點跡象也能夠分析出一些 關於他們情報機構運作的一些端倪出來 今天就來跟大家談一談,那我們現在從鳳凰網談起 中共最近又在整頓鳳凰網,這個鳳凰網 現在已經被官網差不多有兩個星期了 對鳳凰網的整頓那可是說由來已久 大概是從2015年2016年的時候就開始了 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在中共的這麼樣強大的 一個維穩機構的壓制下,那一個網站 居然遭到這麼多次整肅,它還能夠不被關掉 大家要知道這個鳳凰網可是個私營企業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中共不是能夠把任何網站說關就關掉了嗎? 那麼這個鳳凰網它到底是什麼來頭呢? 鳳凰網雖然是一個民間機構,但是它的母公司 是位於香港的鳳凰衛視,那鳳凰衛視又是個什麼機構呢? 它是1996年成立的一個新聞媒體機構,一個電視台 它的創辦人叫做劉長樂,哪一路神仙呢? 他是標準的紅二代,他父親是中共軍隊裡面的一個高官 他年輕的時候也就參軍了,在第40軍擔任文藝宣傳的幹事 但是後來就參與了這個央視的運作 成為央視的一個主持人還是記者,還是某一個部門的一個主管 但是他在央視的時候,他編制並不是這個央視的編制 而是中共中央這個軍委總參謀部的這個編制 幹了沒幾年,他就出來呀做生意,下海做生意 從事的是這個石油行業和房地產行業 很快就變成了億萬富豪,積累了大量的資金 然後攜帶這個雄厚的資金進軍香港 96年的時候創辦了鳳凰衛視 在幾年之間就在全世界廣泛的設立了 他們的這個採訪機構,他們的分台 在美國有,在歐洲有,在中國內地也有 總部是設在香港,所以就很快成了一個媒體大亨 也進入了政協,全國政協,現在是全國政協的常委 在香港呢,他香港政府授予他太平紳士的頭銜 所以這個人是混得非常的風光 被很多媒體評為最有影響力的商人之一 香港把他評為對中國對亞洲最有影響力的 25個富豪之一,這個人非常的了不得 但是大家會不會覺得奇怪啊 一個軍人一個這個電視台的記者 怎麼會突然之間就發了大財 以前沒有從商的經驗,突然之間就發了大財 而且突然之間又改行從事媒體 突然之間又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媒體大亨 到底是什麼來頭呢? 了解中共這個體系的人馬上就會聯想到 這個鳳凰衛視啊,這雖然表面上是一家私營機構 但是實際上它並不是適應的 而是總參這個情報部門,總參二部的 專門搞情報的這樣一個間諜機構 他們所設立的一個掩護 是以情,以商養情的這樣的一個公司 他們在全世界的分支機構 實際上都擔任著一個重要的任務 就是收集和整理和分析情報 有這樣大的一個來頭的 所以中共怎麼能夠輕而易舉的就把它關掉呢? 但是它為什麼又要整頓它呢? 這說明他們這個情報系統內部出現了巨大的紛爭 這一次要整頓它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它這個鳳凰網上面發表了一些 不該發表的文章 有一篇文章叫做在自己的祖國流浪 就是公開的反對習近平現在國進民退的 這種經濟戰略,為民營企業打抱不平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從這個跡象就可以看出來 習近平他並沒有掌握這一套情治系統 這個情治系統對習近平所實施的這些策略 是抱有否定的態度的 所以現在雙方就打起來了,習近平要對他們動手 但是我肯定這一次他還是不能夠得逞 你看現在前幾天這個劉長樂還在北京接見外賓 還在北京搞他的活動 D.O.A.是穩固的很,因為劉長樂他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商人 他也不是一個普通的間諜,他的背後有龐大的政治勢力 有紅二代家族在給他撐腰,所以說他倒不了 除非是習近平下了狠手,搞了政變 把他背後的紅二代一舉歼滅 否則的話這個劉長樂他還會繼續當他的鳳凰衛士的總裁 董事局的主席,他還會繼續成為25個 對亞洲事務最有影響力的富豪商人之一 中共的這個情報系統有很多個不同的機構 習近平現在掌握的就是國安部,國家安全部這一個體系 這個體系雖然是體系編制最為龐大的一個機構 但是它的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為什麼呢? 它在全國境內也就只有幾萬人,三到五萬人的編制 三到五萬人在這麼大一個國家分到每個省就是千把人 分到一些每個城市就是幾個人到幾十個人這樣的規模 那他們這些人能夠做什麼事呢? 所以他們要做事情就一定要借助於公安和其他的強力部門 所以他們對這個同一級的公安部門他們是有指揮權的 他們要做事情就指揮公安去幫他們去做 所以因為這種關係公安部門的這些人和這個安全部門的 這些人他們相互之間是有一些矛盾的 公安部對他們是不滿的,憑什麼你跟我同級的? 但是你可以指揮我,如果是犯的錯了 你就說這是我們做事情沒做好,如果是有了成績了 都是你們的功勞 大家相互之間都是看不慣的 公安部內心是有所不服的 所以說對他們所指派的這個工作是能推就推 這也就是他們設立這個情報部門設計的時候 就有一個天然的缺陷 那麼現在這個安全部門,國家安全部門 他一個方面要對總參部和其他的情報機構要跟他們作戰 因為安全部門是支持習近平的 而其他的這些情報部門並不完全支持習近平 並不是被習近平掌握的,要跟他們之間作戰 那個國安部門雖然他的體制很龐大,但是他的任務也非常的龐雜 各個方面的任務他都要有,對外他要進行監控 監控全世界各國的政商民流首老 同時也要收集軍事情報、經濟情報、學術情報 還要監控國內的和海外的敵對勢力 任務非常繁重,所以他們實際上是做不了太多的事情 更沒有能力去監控體制內的那些官僚 尤其是那些高層,紅二代的那些高層 所以對這部分來講,這部分對紅二代高層來講 基本上是沒有威脅的,對體制內的反習勢力來講 基本上是沒有威脅的,所以現在大家要進行反習活動 可以盡量的盡量的放心大膽的搞 那有些人了解中共的人可能說了 這個不僅僅是中共所掌握的情治機構 這是邊之內的情治機構,還有邊之外的呢? 確實邊之外還有一個相當相當有力量的一支情治隊伍 這支情治隊伍它並不是一個有掛牌的一個國家機構 而是由中共體制內的那些大家族 他們用自己的資源,自己的勢力培植起來的一個情報機構 這個情報機構,情報網絡應當是情報網絡 不過過去他們是聽命於葉選寧,葉選寧是他們紅二代的精神領袖 正是因為葉選寧和他這個情報機構的支持 習近平能夠在眾多太子黨的競爭當中能夠脫穎而出,登上寶座 因為這個情報機構,紅二代這些太子黨 覺得習近平這個人人畜無害,很老實 但是他上台以後馬上就改宣更章 馬上就透露出強烈的獨裁的傾向 所以說引起了這些紅二代的集體的不滿和擔心 所以現在這個情報機構並不是支持習近平的了 有人說葉選寧在他死之前把這套情報機構都交給了習近平 這個是一個謠傳,不是真的,他並沒有交給習近平 那交給誰呢?現在誰都不知道 但是有一個合理的猜測,他就是他把這套機構交給慶親王曾慶紅了 好,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雖然對曾慶紅恨得咬牙切齒 但是就是拿他沒辦法,因為他沒有掌握這一套情報機構 那麼就沒有辦法真正的控制這些紅二代大家族 控制黨內各派的這些高層,不控制他們 不了解他們,你怎麼能夠打敗他們呢? 所以現在習近平的這個對情治機構的掌握並不徹底 剛才說到公安部的這個安全部的他還有一個職能 就是監控境內的反對派的勢力 那現在他們的監控能力是最弱的,我跟大家講一講為什麼 尤其是在十一黃金州,我們把它改變為十一維權州這個期間 我們全民共振平台和很多眾多的海內外的民主同道 現在大家都在推動一件事情,就是推動十一維權州的這個活動 讓全國各地各階層的這些因為利益受到損害而進行抗爭的群體 比如說P2P群體,比如說退伍老兵的群體,比如說下崗工人的群體 強爭強拆的群體,疫苗受害者群體,毒食品受害者群體 推動這些群體十一黃金州期間上街抗議 到省委到市委去抗議,甚至到北京去抗議 那麼不管最後結論如何,這個消息傳播開了 這個維穩體系它就必須行動起來 必須全部動員起來,來阻止這一件事情 所以為了這一件事情,他們已經用盡了現在他們所有的人力 現在全國各地陸續的都有反饋回來的信息 這些被監控的重點監控的人士,現在都是被上崗了 被旅遊了,那24小時上崗 在全國各地被重點監控的人,第一線的民主人士 維權領袖,人有多少呢?在一萬到兩萬之間 而監控一個人,24小時監控一個人,需要多少人力呢? 多少警力呢?我告訴大家 每一班是三個小時,每一班是兩個人 那24小時除以3就是8,8再乘以2就是16 所以監控一個人,他們要用16個人的警力 如果是監控2萬人的話,就是要用32萬人的警力 那不是一天,而是一個維權州,是7天 所以大家想一想,對全國各地的國保隊伍 這是多麼大的一個壓力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沒有任何的多餘的精力 去聽命於安全部去幫他們搞這些間諜活動 現在只能是全心全意,一心一意的 要來阻止十一維權州的發生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給大家民間有志之士建議 就是你們我說的是政治反對派的有志之士 這個時候上街的事情交給那些因為利益受到損害的 維權人士和他們的群體去做 這個群體非常的龐大,在全國幾千萬人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動起來,就讓他們受不了 那麼我們現在盡量的傳播這個消息就好了 但是不要在網上公開的傳播 公開傳播,因為被他們的網絡監控系統要偵察到了 大家都有麻煩,大家私下的傳播 大家向你們身邊周圍的這些維權群體的 維權行動的參與者組織者告訴他們 私下的告訴他們就行了 那麼大家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可以做的 就是在他們監控能力最薄弱的時候 對政治反對派監控能力最薄弱的時候 這些二線三線的民運人士 有民主理念、政治理念的這些有志之士 和你們的團隊現在是加緊活動 進行大串聯的時候 我說大串聯不是說要全國各地到處跑 是在本地把本地的這些有對現狀不滿的 有政治反對理念的這樣的一些人聚集起來 現在大家又有時間,又沒有受到太多的監控 監控的都是他們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些一線的 民運人士和這個維權領袖身上的 在這個時候我們在二線三線的 甚至是完全沒有被任何維穩機構監察到 我們自己監控我們行動的這樣一批人趕緊趕緊行動 在這個時候廣交友,串聯朋友 把本地區的朋友串聯起來,大家形成團隊 大家吃吃喝喝,交換思想,交流理念,形成一個團隊 如果是這一次維權群體的他們上街成功了 突破了,打破了這個維穩體系的封鎖 那麼我們馬上就參與他們 把這一場聲勢浩大的街頭運動轉化為提升為民主革命 如果他們沒有成功,不要緊啊 我們今後還有更多的共振的行動 我相信在今後的幾個月到半年之內 一定會有一次大的行動,一定會成功 為什麼呢?現在經濟狀況急轉直下 老百姓的民怨逐步高漲 一方面是他的維穩力量進一步的削弱 一方面是抗爭的勢力,人數還越來越多 那麼這個之間的力量平衡一定會打破 一定會朝著有利於反對陣營的方向籌 大家要做好準備,一定要做好團隊準備 將來中共的維穩體系崩潰這是必然的事情 遲早的事情,最有可能是在今後幾個月到半年之內 但是崩潰了之後,它向哪一個方向去走 能不能夠直接轉變為民主革命 這要靠我們民主派的所有的自私人人的努力 要靠我們的準備,我們準備好了就能抓住這個機會 把中國推向民主,如果我們準備不好 那麼可能一方面是中共又回朝復辟了 真正的把中國通過這樣的一場動亂把它變成朝鮮 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真正的陷入一個長期的動盪的狀態 所以說中共體系的崩潰要來一次大的變局 這是肯定的,但是最後的結局勢在人為 勢在於我們民主派的作為 現在大家趁著這個十一黃金周 監控體系最為忙亂的這個季節,這個時間 我們加緊我們的大串聯 我們把它變成十一串聯周,這也是一種共振 讓我們政治反對派在我們的小範圍之內 產生思想上的公正,精神上的公正,結成團隊 做好未來的大變局做好準備 好,今天就講這麼多了 希望體制內的朋友,體制外的朋友,大家抓緊這個機會 體制內的朋友現在也是盡量的要進行公正 大家也要結成聯盟,反習 只要你們反習有這個理念,現在大家就是 該加緊準備的時候了,不要浪費這個十一黃金周的 這個黃金時間,黃金機會 今天講到這裡,謝謝大家,再見